我會辦離婚手續的 辦離婚手續的 一段感情到後來兩個人會 呃 啊 剛那時都很不錯啊 到後面中間會有意見相左啊 我已經講過很多次了 你只要聽我的 聽我的 真的拜託你們聽我的 好 我不會唬爛你們 常在社群明台上 幫網友們解決感情問題的 世事就歲愛情大師張兆志 這下也幫不了自己了 他結婚6年的小13歲 老婆虛允熱 雙方金同步宣布離婚 張兆志發文內容透露 離婚主因是因為兩人對生子理念不同 我很高興你終於確認 想要擁有自己的孩子這個想法 我也很努力的想要跟上你的想法 並且實踐這個心願 但就是這麼點遺憾 我始終提不起 也找不到做父親的動力 即便我隱約感覺到 我有可能會因為這樣而失去你 並表示到最後一刻 兩人都沒有爭吵 只有我眼中一個深愛著10年的你 最後呢 感心協下 謝謝你讓我當你10年的張先生 也應該是不是要 畫下個句點了吧 老婆虛允熱 也發文坦言 我的藍圖裡一直都是很渴望孩子 而先生的藍圖裡是不想要有孩子的 10年來我也曾期待張兆志突然想要小孩 或是自己放棄這個念頭 但10年過去兩人 依舊沒有為了自己以外的人改變 不過他仍感謝彼此沒有為了愛妥協 能坦誠說出真心話 給對方做選擇的自由 這才是愛 並表示自己嫁給愛情之外 還嫁給好人品 我要好好照顧身體才能夠一直照顧你 我覺得這一句很感動 因為小時候都很小心 都不讓自己受傷 或者是亂吃東西 因為他覺得 這樣子很好照顧我 和張兆志過去專訪時 陳之鮑在20歲出頭 曾有過一段婚姻 後來發現對方竟然有乾爹經緣 因此痛情斬斷這段關係 當時婚姻僅維持短短一年 2017年他和虛允熱再婚 兩人還曾上網路節目 放閃打聊夫妻床試 彼此睡覺前一定要做的事情是 1、2、3 縱成太空船猜錯 因為我太太她的身子骨比較軟 所以如果直接撤睡的話 第二天早會要算沒頭 所以她就夾了一個枕頭 夾的時候後面會露出一階嗎? 不是從後面再抱著它 然後也夾著一個枕頭 然後我就會說 去拜! 該不會要去哪裡 小樂的怪癖 我這個還蠻怪的 你一直很想要聞我的腳趾啊 我就是喊不是聞 不不不這太過分了 我會有人一直要求 要喊自己先生的腳趾 這有問題 因為他的腳趾很大 我一口都不可能喊自己 所以我對於是威脅他 這太誇張了